但是在这个国庆日当中呢 我觉得把马总统跟王院长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大家一起共同来这个由澄清湖秋高气爽的时间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所谓的户外活动 那任何的这个活动如果能够请到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来 我想这就是选举当中大家都会采取的一个活动跟手段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选情的艰辛 本来就是大家就这么是认为的 并不是因为选情艰辛才找马王 而是马王过来这个地方可以让我们整个的 大家凝住一个更大的一个文件的力量 现在两位都这么忙了 不过来他们的心思很好 我觉得在第一时间当中跟马总统跟王院长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 他们都在第一时间当中就首肯 而且我也询问过他们 问马总统我找王院长问王院长找马总统 他们完全在立马当中 大概没有两秒钟大时间都觉得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一起过来 然后大家一起在10月10号 我想最主要是10月10号 大家可以拿着国旗一起来做这个散布教育 这才是最大的一个指标 所以是团结在中华民国的国旗之下面 我想这个角度是高于邦克珍来制造任何的一个 另外的一个选战的一个方法 早上的时候陈奇麦在其别的场合他有提到是说韩市长他就是有提到说他做到一半就落跑 那你怎么看他讲的 我觉得陈奇麦的市政府对我们韩市长永远都是念念不忘的 那韩市长他是一年两个月然后的时间 然后因为种种理由 那韩市长已经得到了这个付出的政治的一个代价 那现在为止呢 我觉得市政府应该是秉持着过去韩团队在这个市府当中其实都有很努力在做事 包括李四川这个副市长还有叶匡市副市长陈奇麦副市长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我觉得陈市长应该用一个真正名服其实暖男的态度 对于前朝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应该怀着感激然后把它持续下去 我想这才是一个真正市长温暖的高度 好我们开放最后一个问题好吗 没有了吗 好那我们里面往这边点数 好谢谢 谢谢 谢谢